川味滷牛肉 要想软烂入味好吃 记住三个字 泡 滷 闷 滷牛肉我们一般选择这种牛的戒指 这个是大戒指 大概两只三斤多重 先来两瓶啤酒 再来一瓶 葡萄糖给它拿两瓶 这个有什么好处 一卤了就晓得了 再来点盐 盐的用量就是总重量的2.5 再加入适量的黄酒 五料包 拿一包 给它浸到里头 给它刷一下 让它入味 同时给它拌匀 拌匀 拌匀 这个就给它泡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拖到火上 这个就是一个小时以后的状态 再将就啤酒品边 倒两瓶水下去 因为一瓶啤酒是500毫升 水500毫升就是一瓶 这就是四瓶水 下一瓶汤水下去 调个水 滷牛肉的汤水 讨嫩一点 要不要滷出来的牛肉 可以脱脱的 老姜来一块 这样大火烧开 转中小火 滷一个小时 现在一个小时了 时间到了 如果你选吃软辣的牛肉 就再给它滷一个小时左右 关火 烫盖一烫 第三步就是 焖它几个小时 再烙出来切 自然量的牛肉捞出来 切一块 边边火火打底 放开 整一块 好吧 我自己搞了一下 八十百 油肉吃安逸了 记得卤水要烧开存饭 这样子你的卤水 才会越卤越香 好 好 车 吃 车 吃 吃